你这个身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是因为小的时候 肿瘤压迫到运动神经了 所以就做了 就是脊髓瘤是吧 算是高位结胎是吗 是 高位结胎就伤到颈椎了 欢迎呢 你身体是什么样的状态 我是就是含金病 叫成果不全症 眼白是蓝过膜 然后一骨折 脊柱侧弯这样的一些病情表现 所以就我妈就知道我要去外面 就会说 你一个人去那么大的一个城市 你丢了怎么办 然后就是说你骨折了怎么办 别人把你撞倒了怎么办 就把一些现实问题给你摆在眼前 就极力的阻止你 肯定也经历过很多艰难了 在家的话也不走太多的路 就在家里那么大范围 但来北京之后 可能去哪都特别远 然后就特别多的路需要走 那我就要克服这个障碍 它是滑轮椅 但我要靠腿走的 所以那个过程对我说也是特别艰难 然后其实我的挑战就是 我相对于被父母保护的 或者说宠爱的很好 但是我对家务上面 或者说对做饭上面 养活自己方面就很弱 特别蠢的一次 就是我去下饺子 我用凉水下饺子 然后开锅之后 我发现成片汤了 都要一点点学习 那自己怎么锻炼能够让自己独立起来呢 每次晚饭之后就是滑着轮椅 就是在小区里边锻炼 也会去参加一些排棉 然后会去游泳 本来15分钟路程要滑6个小时的小姑娘 对 实在可以参与已经定量大到可以攀岩了 对 哎呀 那真棒啊 这样子里边锻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